我們會不會讓台灣人重新相信他們本來就應該相信的東西 這種價值 如果我們的國民都不相信公平爭議 如果我們的國民不相信司法 下一個怎麼辦 這才是問題 這才是今天國家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什麼叫做企業文化 大家對是非對錯要有共同的想法 如果大家對是非對錯沒有共同的想法 就沒辦法做 如果我們國民每一個人都進步一點 進步一點 累積起來才會國家最大的進步 這個每天會進步一點其實很重要 企業文化還有人是人身觀 這個可以建立以後才可以確保這個國家往前進步 教育是教學生需要的東西 不是教老師會的東西 你曾經在一次訪談說過這句話 當然不是說現在大學學的東西不重要 但是否應該著重在未來比較用到的知識 所以想請問可民是否在這部分有大概的政策和安全法 除了你之前已經獲得到我的教育 十年後最重要的十個工作 五個現在還沒出現 你想想看 CHAT GPT是今年才有的 之前沒有 這一出現馬上改變整個人類的社會 其實念大學最重要的是什麼 學習學習的能力 不是學習 因為從此要有終身學習 第一個要會講英文 如果會說流利的英文聽寫 這很重要 因為才有辦法跟國際接軌 大學重要不是讀那個書的內容 是你要建立自己有辦法終身學習的能力 很多時候你認為的正確跟你認為對的事情跟別人認為的不太一樣 大多數人想要的也不一定是你覺得正確的 那你要怎麼去全能這個虛設 其實這位同學問到一個很關鍵的題目 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有沒有絕對的標準 宗教跟科學最大的不同點在哪裡 宗教有不能改變的東西 科學是你只要提出證據我願意改變 所以坦白講喔 你認為的是非對錯 跟別人認為的是非對錯 跟別人認為的是非對錯不一定一樣 你可以相信你相信的東西 堅持你的東西 但是你要永遠保留一個說 如果你講得出證據 你講得出更好的理由 我願意改變 所以變其實才是不變的真理 SOP的概念是這樣 一開始我要講SOP 每次都被人家講說 SOP很死板 我說錯了 SOP的精神是說 現在這樣做 如果你講出證據的話 想更好方法 SOP可以改變 所以SOP真正的精神是變 不是不變 我現在照這個方法做 你講得出更好的方法 我就改 我們所提出的 看台灣總統 能成為中美溝通的橋樑 若您身為總統 想請教 若實的具體辦法為何 我跟你講 我這次去美國 你知道我跟美國高層談過 我覺得我跟他們最大的不同點在哪裡 他們很討厭中國 所以想把中國消滅 我是覺得是這樣 我們能不能嘗試 讓中國變成一個更文明的事 這是我們兩個邏輯不一樣的地方 習近平 中國共產黨 中國政府 中國人民 中華文化 這些其實都不一樣 不要全部畫人等號 全部畫人等號 就很麻煩 不要做中美對抗的旗子 要做中美溝通的橋樑 有時候是這種心態 你要不要試著說服雙方 所以心存善念 盡力而回來 盡力啦 盡力啦 什麼叫盡力 我以前在當醫生的時候 我也沒有每一個都救得回來 不過最重要是萬一救不回來 內心不要太多的遺憾 所以人生只要做到問心無愧 這樣就好了 那你說要讓每個人滿意 沒辦法 所以盡力就好 好 好 剛剛在剪刀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 堅持的KTV畫面 就想到一首 蠻喜歡的歌 就是《五月片的狗男》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可以請KB唱一首歌 一次堅持的歌 謝謝 好 好 謝謝 還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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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喔